大家好,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念佛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大家也可以从不同的平台、书本、古圣贤的教导去探讨。 我本人只想介绍我自己觉得有利益我念佛的路上,所觉得很管用的念佛方法与大家分享。 那第一,当然都是用心的去念佛,用耳朵听进去。 也就是说,在我们念佛的时候,用心的从嘴巴念出来。 比如说,南无阿弥陀佛。 那同时在念的时候,耳朵把这个声音听进去。 那这样会把这个心很收拾起来,平静下来。 就是说,声音从嘴巴出来。 然后耳朵在同时念佛的时候,听得清楚。 那是第一个方法。 也就是声音从嘴巴而出,耳朵听进去。 也就是类似这样。 那么多。 那么多。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我觉得我们在专心念,专心听的时候 是比较少杂念的,很难会有杂念 那是第一种念法 第二种是用脑筋实念 那当然实念法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同样的名词有不同的实念法 那这个我学会的是 在念的时候不用念珠,用心去记 我在念十句 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指 不过在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用手指 不过为了解释我就这样子念 比如说我要念十念法的时候 没有这手指,这手指是示范 就是这样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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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新再开始 一到十一到十 很清楚的这样记得 就好像属习官这样子 不过是没有手指 也就是说我释放 因为我心里在念的号码 不可能同时再念佛念出来 所以在心里念 南无阿弥陀佛 我心里就念一 南无阿弥陀佛 就记得念的十句 对我而言我是分五跟五 就是我记一二三四五 然后六七八九十 我示范一下 与大家分享 十念 十念的方法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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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清楚的记得 记得我已经念了十句 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十念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 我觉得是在走路的时候 走路当然 步伐应该是稳健的 不可能忽快忽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假设这个是我的脚 我在走路 这样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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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醒我念佛 第四种 最近我在尝试 在学习的是 呼吸念佛法 这个我觉得也是 很有利益 我在吸的时候 在呼的时候 好像属习官的 静坐一样 在坐下来的时候 没有走动的时候 我随着那呼吸 没有控制呼吸 呼吸是自然的 所以佛号是 随着那呼吸 不是故意 故意吸 是佛号随着那呼吸 因为在呼吸的时候 就不大可能出声念 所以是用心念 用心念的 所以我示范一次 不过我得出声音 要不然意念也不能在视频表达 所以我在吸的时候 在吸的同时是阿弥陀佛 在呼的时候是 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过真正的是没有声音的事 是这样子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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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这个是随着那个 呼吸的 对对我而言 我觉得啊 啊 参考了一些资料以后 在吸的时候 阿弥陀佛 哭的时候同时 陀佛 最最我最最有利益的 啊 坐着的时候 躺着的时候 没有没有出声音的 是用意念的 啊 我觉得走路这样就比较危险了 啊 所以我今天已经啊 跟大家啊 分享了我学所在学的四种念佛法法 第一个是啊 嘴巴念出来耳朵 同时清楚的听进去 OK 一个啊 很色心的一种念佛法 就是听声音的 第二是十念法 就是我念十句 然后再念十句 清楚的我念了十句 然后再念十句 OK 啊 用心算的 没有用啊 也不数出来 是用心算 第一句 第二句 然后那个十念法 第三是走路的时候念佛 跟着脚步啊 的节奏念佛 啊 第四种啊 是啊 呼吸法 呼吸念佛法 所以啊 这只是啊 供大家参考 啊 如果 啊 你 你想 啊 认识 啊 这这些念佛方法 你可以参考啊 古圣贤 啊 所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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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教会 那你去参考 或者在YouTube 也可以去找 或者在网络去找 啊 我 我只是啊 觉得 我 我很想分享 啊 我 我念佛 啊 所得到的欢喜 与大家 共勉 那 希望大家 也次数 啊 行善 常念 那么阿弥陀佛 或者常念 阿弥陀佛 啊 谢谢大家 祝大家 啊 啊 学佛 安详 阿弥陀佛